比起其他設計公司 我會有信心大一點 明晚選擇一件事都很清楚的 透明度很高 服務方面也是我覺得 值得賺一賺你們公司 來到這裡位於大約千億斜丹位 這裡單位位於天水位 設計師和護主都喜歡比較簡易的風格 讓我們看看我們的設計師 如何為護主去創造這個家居 在這個位於天水位 一個一千一百多呎的單位 護主一家四口 油雅融融 在這裡望出去 可以見到深圳福田區 真是背靠祖國 其實坊間有很多不同的設計公司 為何會選擇設計程庫中心呢 你們給我們的感覺是 拷架方面那個 那個技術很完善 雖然是很鑑的 但是相交出來給我的感覺 反而是會有信心一點 因為會是一個明晚實鑑 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說要很簡潔地說 即是明晚成鑑 一件事都很清楚的 所以樣東西記得很清楚 樣東西都 透明度很高 在我預算上會掌握好些 比起其他相對地 那種感覺就是 我也不知道 他現在這樣報仇 但是到後來做下 有些事可能要 我不知道要後補幾多的 令我感覺上 你們會是 我的信心會大些 一走進來 就感到簡易的設計風格 在走廊裡 有一塊很大的直身鏡 真是非常體貼 除了這樣之外 在大廳的電視櫃上面 亦都加了不少灰鏡 作為點桌 不知道在設計方案上面 互主怎麼跟我們設計師溝通呢 其實他也挺懂得到 我們的想法 到底是怎麼計 因為他很能夠表達到 我們的要求就是 簡潔一點 那樣東西 像回家多一點 他不必需要 家裡設計到 很多很特別的擺設 或者很多線條上的東西 他也知道的 他也懂得很清楚 說真的我們很空泛 但我們也不懂 但是聽到出來 他將我這些空泛的方向 或者想法 轉化成現實 他這件事 我也挺欣賞他的 而這個女房 就用了粉飾作為主料 非常適合服他的女兒居主 不知道湖主 有沒有跟我們的設計師 一起去買料 而我們的設計師 又能不能給他們專業的答案呢 都做得很好的 舉個小小的例子 譬如說 他上來裝了一些燈飾 那燈飾是你們 再找一些燈飾品 幫我們選擇 當然是Vic選擇的 選擇完之後 上來裝回 譬如說 房裡面的燈飾 我的女房 他裝完之後 及後 我們很後期 進了房間 我才發覺 原來燈飾本身 那個燈雜 是Veliton 我打燈給Vic 跟他講 但他也會 第一時間 他也不會質疑 他也會問他自己打爛 如果你說其他公司 我總不敢包 就說 可能會不會跟他爭取 因為我已經交了樓 過人兩個星期之後 我才跟他說這些話 這些給我的感覺 是 服務很好 態度很好 可能我們中間 裝飾的過程 我們很少上來 不過 你講到服務方面 也都覺得 是值得 一人要賺一賺 你們的公司 在整個過程 幫我們撿漏 或者聯繫 那時候 有什麼要改動 包括Vic本身 以至到其他 同事 師傅 每次上來 他們都 我的問題解釋 師傅都很詳細 告訴我 以至要不交樓 前收拾 他們的Fall up 動作 都做得很好 都跟得很貼 而主要的房間 就將兩間房間打通 擴大了使用的空間 非常實用 其實中間的過程 在 之前的傢伙送上來的時間 進度都很OK 我看到 師傅都不是很忙碌 有些師傅都說 因為他時間如多 應該都充裕 做個進度都很順利 做個進度都很順利 轉動出來 我們都覺得OK 因為始終我們收了房間之後 還有半個月的時間 左右就算 我們都可以有機會 看看哪一間房間 總之他們的安靈套 也有師傅上來 譬如廚房裏面 有些鏡的櫃 我買回來的 有些廚房用的用具 我自己買回來 支持我自己裝 但是師傅都看到我 都很幫忙 他們這些是額外的東西 亦都是我想稱讚 你們公司的地方 因為他們都很樂意幫我做 有沒有額外 跟我說收什麼錢等等 那些其實都不關他們的事 這些給我的感覺是 他們的服務很好 態度很好 今天其實有一個 全家福的珍惜服務 不知道他們又會不會滿意呢 你們有這樣的心去幫他們 已經想 這個都是我們所欣賞的事 如果下次有機會再裝修 不知道屋主會不會 找我們再幫忙 會呀 其實是會的 其實就是 譬如我在這個屋苑 生活進來 都認識了這三個鄰居 鄰居都會問起 那個裝修是怎樣 我亦都有上網給他們看過 過去我大致上的留言 都是很好 當然亦都有問過哪些公司 我也有跟他們說 亦都有剛才我跟你們說過的 例如你們的 公務態度 等等的好處 我跟他們說過 因此也都有朋友 剛剛裝修成 也都上來看過 我會跟其他朋友說 會介紹你們的公司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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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